就在今天第二届天工画展在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展了 在除夕这个特殊的日子 在太空中的神舟15号航天员程组 从中国空间站给全国青少年朋友 送来这样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 本届画展以画美丽中国画美好生活为主题 分为强国印记 华夏神韵 圆梦征程 幸福味道 四个板块 共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4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《亮相天工》 参展作品中 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自己心中的中国梦 航天梦 据介绍 天工画展迄今已连续举办两届 首届画展于2022年元旦在中国空间站举办 让11个中西部打赢脱贫空间站重点地区孩子的航天梦想 绽放太空 按计划 首牵手望天工线下活动今年将全面展开 此次在天工展示的作品 后续将随神舟飞船返回地面 主办方将择机举办地面画展 并邀请获奖青少年和优秀指导老师代表 到发射场 现场观看火箭发射 与航天人开展对话交流活动